來一個展場showgirl 算了我們不要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她美妝所以很漂亮 我一直覺得她很像那個幻視的顏色 就是Mobble的那個幻視 我們其實就是為了家庭成員越來越多 明年就是生小孩之後 所以我們換了大車 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家庭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狼頻道 我是兔兔 狼 我們要賣車了 來看一下我們的騷狼 這就是我們的車 她陪伴了我們多久 快四年 然後我們因為家庭成員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其實 已經越來越放不下所有的東西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 在這個時間點 把它給賣掉了 對 然後這支影片我們其實就是要記錄著 我們跟她的最後一天 我們每天就要交新車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感慨 然後今天就帶她出來玩 然後順便把這一切記錄下來 哇哦香車配美人啊 你收到這個 來一個展場showgirl 好妳收到哪個 我要說就是我覺得對騷狼很拍誰一點是 之前我在上班的時候啊 我比較容易帶她去洗車 就是跑客戶的時候會把她丟在附近的車場 但是呢自從離職之後就比較少洗車 我就覺得 對她很拍誰 這顏色你知道嗎 每次洗的時候看她海綿這樣刷下來都變兩個顏色 我都覺得喔好愧疚喔 現在看她就是有點 不是那麼乾淨 她其實應該要更美的 是我害她沒那麼美 然後這個貼紙這樣 這台車呢我必須老實說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對於選這台車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我那時候會選她 其實就是純粹的 價格考量 然後老婆喜歡 對老婆喜歡 所以就拿到她價格考量 以及同樣價格的小車 或是同樣小車所有價格攤過來 不管是怎麼比 最後就覺得她的CP值高 當初也是買二手的 里程三千多嗎 對嗎 三千多 價格我覺得又蠻合算的 那就是她了 啊 來 示範一個showgirl 好像要這樣吧 我就問這樣會想買這台車嗎 你剛剛那樣好像也 這樣 你剛剛這樣 好啦 來跟大家說一下當時為什麼會買這台車 其實一開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把 從價格的車都看遍了 然後我們又想要 歐系車 然後又要 夠便宜 這隻50萬以上 八九十萬以下的車子 這個區間裡面的車其實這台車就是很棒這樣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它內裝真的很漂亮 因為我們這台是Polo Beats 一定要注意有Beats喔 Beats的重點是什麼 快給我看 Follow me 喔現在車子很亂啦 哈哈哈哈 剛剛還有一隻狗 你看這個內裝真的超美欸 就是它的顏色不一樣 我一直覺得它很像那個幻視的顏色 就是 Marvel 的那個幻視 Vision 的顏色 我真的很喜歡Vision 所以說愛上了這台車 它連座椅啊 整個感覺 欸不要搶鏡頭啊寶貝爾 它笑得太燦爛了 我忍不住想拍它 對我覺得這台車陪伴我們好多時光喔 也帶萬歲去很多地方對不對 萬歲很開心 你看它 喜歡到的都不行 你喜歡這台車對不對寶貝爾 但重點是我覺得你剛講價格啊 你竟然是內裝 我其實忍不住想講說 可是我覺得開起來也真的是最有力的車 喔以小車來說真的滿有力的 那我要問你一個很關鍵性的問題 福斯大家都會想到變速箱的問題 你自己怎麼說 我自己還沒遇過啦 我也是遇過拋錨事件 火星塞 雞探 然後我們整個就在內湖的交流桃子 才剛上交流道 然後就直接拋錨在那個交流道上面 還在交流道 還沒有進入過到一號的時候 但這是跟我們自己使用習慣有關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段時間很常在外面 會讓車子處於一個 怠速中的狀況 就很容易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啊 懂得它的內裝很不一樣 然後它的音響是Blitz 雖然有些人覺得 音響很多品牌不一定要挑哪個品牌 可是我覺得車子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喇叭數多 整個就是不一樣 我們很常在裡面 例如說之前親愛的天王星 我們做音樂的時候 然後裡面聽那個音樂就覺得 喔真的太好聽了吧 我甚至覺得這裡 就是這個音響 比我們家裡的音響都還要好 Ride 對 因為還有空間啦 它把它包住之後 就會有一種未環繞的感覺 對 這台車的隔音也還不錯 欸你要聽那個關門的聲音 輕輕的輕輕的 不要太用力啊 啊 紮實 然後它的那個安全測試 五顆星 因為我們很喜歡看 撞擊報告 喜歡看那個車子撞起來的感覺 會變形成什麼樣子 來評估我們 覺得它夠不夠安全 有些車子大概只有四顆星 最後就沒有買了 喔你好可愛寶貝 我們跟這台車子已經經歷了什麼 你那時候換到外商公司的時候 你就買了它 它幫助你就是在 通勤以及工作需求 經歷我們一起搬家 幫著我們搬家 你知道這台小車很神奇的地方是 它竟然可以塞一堆家當 當然那時候還沒夠啦 但我的意思就是 因為我們一起搬家過 又跟著我們一起 海天王星 那時候還是劇組的道具車吧 對 因為沒有錢 所以就是 它又是塞了很多 然後一直到現在 隨著我們的家族成員越來越多之後 就覺得開始有點為難它了 因為這個最大的情境是 我們那時候去花蓮Long Stake的時候 帶了我們兩個人一個月的行李 然後貓貓 還有貓沙盆之類的東西 以及狗還有狗周邊的東西 就是這些 光是他們 他們的東西就已經一大堆了 然後加上我們 車子就是很為難了 可以想像 預期到如果再多一個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的東西其實也很多 小朋友一定要有推車 他們萬歲還會自己走 他也不一定要有推車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讓我們也考慮換車這件事情 換車的話 又換了二手車 把商量賣掉 再貼一點錢的方式 去換一台更大的車 但是年份稍微舊一點 但因為空間大 我認為是比較符合我們 人生下一個階段的需求 這影片還會在 開箱我們新車給大家看 這也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它被換掉的原因 其實是讓我覺得 很為難它的部分 然後也讓我覺得有點捨不得 因為我並不是因為 不喜歡它或是怎麼樣 是我感覺到 開始為難它 然後就覺得 它應該要符合它原本的設計 就是一個 很好的小車 不是就是 你知道跟著我們在那邊 載一大堆 無微博的東西 連貨車 我覺得很可憐 我是覺得很可憐 就覺得還是應該要讓它 回去 它原本的樣子 這台車其實很適合就是 戴一起的情侶 小家庭 兩個人 如果是兩個人加一隻狗 兩個人兩隻狗 這台車會很重 我都不想說 有一次去年我們去花蓮的時候 不然我們兩個人就已經塞爆這台車了 那時候我們才去四天三夜的行程 阿水啊 你是不是也很喜歡這台車呢 好可愛 那我要特別介紹它的後座 我後來決定要它的原因 你知道嗎 這個後座啊 你進去一點 我要跟你一起坐 立地 偷偷一點 謝謝 謝謝喔 謝謝 有發現嗎 這椅子是斜的 我這樣坐下來 有很明顯的感覺到斜的嗎 就是往往這邊斜 它其實坐起來真的很舒適 對 起來要這樣的 起來其實越來越難起來 可是你坐的話舒適度很高 對 後勤的這一種 我們朋友坐我們的車都覺得 喔 這台車坐起來很舒服耶 它連後座的椅子也長得不一樣 白色的邊啊 皮革 大家都覺得白色很容易髒 但其實我們 我其實也是使用習慣 我們用起來是不覺得它容易髒 有髒嗎 然後它的那個車門那邊 也不一樣 白色的很漂亮吧 它的整個屋頂的也是這種灰色的 我應該是其實有覺得 這種材質會不會就是容易起毛球 但我們用起來也還好 我們還特地是為了搭配上的內裝 去選了一個紅色的 轉過來 它是龜仙人 你很煩 就是選了一個紅色的這個安全帶子 還不只耶 我連那個充電線都用紅色 因為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很好看 內裝的搭配 我覺得很可愛 哈哈 它的羅傑也比一般的Polo還有大顆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後車箱 很滿吧 你看我們現在光下來就已經炸了 現在其實就是放了一個攝影箱子 微車 錄影椅 就這樣就炸掉 就滿了 所以其實我們空間是非常的限縮的 我一定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麼愛買二手車 就這台車當初買的時候 超吸引我的點 還有它原價是86萬 然後我們其實用 足私認證中足車價格 然後把它買下來 欸我今天沒有業配 我今天真的純粹分享我的心得 其實落地價就掉很多 幾乎就是打了 大家幾則啊 八九則有 可是它還超新 它那時候里程數才三點多公里 更重要的是 我超在乎一件事情 溫度四度味道 那時候一上這台車 它整個車子裡面就是 新車的味道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它 真的很少用 我們有問業務說它拿來幹嘛的 他說它有特別強調 這不是試乘車 它就是公司車 這是因為它車況超好 我們其實也沒有錢買一台 就是全新的這個車 也因為這樣 我們現在第二台車 也是買二手車這樣子 到最後來帶大家看我們第二台車 好啦 我們要去交車了 對啊 好啦 希望下一個主人可以帶妳好好的 現在是我們的交車 大家看我背後的這個 然後後面是我們昨天收拾好車上所有的東西 等一下兩台車過來就可以 以車換車 那我們中間其實還是貼了一些錢 畢竟是小車換大車嘛 然後感性的說 謝謝騷擾我們陪伴我們這 三年 三年半的時間 你怎麼知道我上不出來 看我們經歷了人生這麼多的Milestones 包括我們兩個人的感情上的 包括我們的家庭上的 包括我們的工作上的 還幫我們非常多 而且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 它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它給我們一個避風港的感覺 感覺 就是很大的避風港 或者是如果你在外面突然想要睡個覺 冬天的時候 你就可以窩在車上睡個覺 你想去哪裡玩 它就可以帶妳去 妳有沒有什麼感性的話要對骰狼說 辛苦妳了 希望下一個主人可以就是 也可以像我們當初很輕鬆的 帶著它跑來跑去的 而不是一直要它駝東西 像我們駝獸一樣 骰狼應該要 快樂奔跑 快樂奔跑 換下來 換下來 你有什麼話要對著它車說嗎 等等要換一台車的羽毛 喜歡少浪嗎 喜歡嗎 你看你是蠻喜歡的 畢竟少浪都會帶妳去這麼多地方玩對吧 好啦 我們等等就等待大狼的出現 然後帶大家來 tour一下我們的新車 oh my god oh my god 他來了 辛苦了小狼 看到他們尺寸的差異了嗎 還有辛苦工作的小狼 我們清空了大狼的屁股 通通塞到大狼的屁股裡面去 漂亮的內裝現在又立刻要被蓋住了 我們漂亮的內裝 狗的座位又準備好了 趁東西都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趕快來拍一下我們漂亮的內裝 大家看到了沒 這就是白色黑色的內裝 兩位車場的人不斷覺得被我們的狗給蒙到 傻眼 所謂鐵和柔情就是這樣吧 笑死 來 我們去跳看 你先上新車 可以可以可以 棒狗狗 真棒 棒狗狗 好啦 燒爛要走了 掰掰 掰掰 我們就這樣把我們的車給賣掉了 我覺得他們會喜歡燒狼 回去的路上就會喜歡 掰掰 這就是一個交車的過程 大狼 他的名字叫大狼 越南大 我取名都是非常簡單的 哈囉小狼 哈囉 這是大狼呢 對啊 還好嗎你覺得 還在感受呢 還喜歡這個內裝嗎 還不錯 跟萬歲是一個顏色 你剛剛裝的方箱對不對 對 很香 我們把這個天窗打開吧 這台車是有天窗的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台車一樣跟我們車一樣有影響 就是空間比較大一點 比較舊一點 馬力比較好一點 介紹完畢了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我們的大狼 對 他的輪框也比較特別 這幾吋啊 19吋 車牌是我的生日 是不是很浪漫呢 以後這台大狼就要陪伴我們 又度過一段時間了呢 乖乖 對啊好開心喔 小狼換了車了呢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萬歲也蠻喜歡的 真的嗎 可能覺得距離我們有點遠 我跟你講以後距離可能還會再更遠 因為如果有的時候有客人的時候 你可能會直接去後車小的位置 對 我覺得他喜歡 一直笑的 對 我們其實就是為了家庭成員越來越多 其實也在準備明年就是生小孩之後 包括現在的需求 所以我們換了大車 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家庭 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家庭 然後我們換的其實也是二手車 也不是說大型車 這樣講也不是說我們有多省 可是就是跟大家說我們就是 不管怎麼樣都是為了家人的照相啦 那影片就到這囉 喜歡的話就按下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 萬歲說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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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希望你喜歡的 我很喜歡喔 送給你的大狼 謝謝狼 你刮了我的車牌 生日的車牌 真的浪漫 嗯